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啤啤 今天做个贺年小食 香煎护丝饼 好香脆 简单又易做 不需要份量都做到 我们现在立刻开始吧 材料有 蜡腸一条 甘筍一条 芋头一够 有两碗左右 差不多可以了 还有 米粉 大概四份三杯 红葱头 葱和芫荽 各样 大概三汤匙 甘筍泡皮后 切小粒 蜡腸也是 切小粒 芋头去皮 切小粒 芋头去皮 切小粒 有很多人碰到生的芋头 都会有敏感反应 会手痕 带手套处理会比较好些 带手套处理芋头会比较好些 之后开火 加小粒 下红葱头 蜡腸和甘筍 我们用中大火炒香 大概炒半分钟 下四分一茶匙盐 半茶匙糖 五香粉 五香粉 我们下四分一茶匙 下葱和芫荽 下葱和芫荽 下芋荽 炒二十秒至一分钟 中大火炒三十秒至一分钟 再开火 再大火炒一大小 下芋荽 大概是四分三杯 拌均匀后 看到每条芋荽都会碰到芋荽 差不多了 不够的芋荽 放一点 然后逐少加暖水 先加五分一杯 拌匀 有些粉可能会黏住碗底 要确保将所有的粉都拌匀 我们逐少加暖水 最后要有这个效果 好像张狐一样黏住护丝 这样就OK了 认住它 现在可以拿去煎了 用平底锅 加少许油 一份份地放进锅中 大小也可以 都是一样这样做 我喜欢煎小快点 因为小朋友喜欢用手拿着来吃 放大约4-5汤匙水 用中火烤盖煎一次两分钟 煎到干水 转金黄色就可以反转 轻轻地按一按 另一面都是加少许水 盖住来煎 都是煎干水之后就反转 两面都煎好之后就转大火 每面煎多十几二秒煎脆 如果想热气点香脆点的话 就最后可以加少许油来煎 我没有再加油都是脆的 但是就不是炸出来那么脆 其他都一样这样煎 煎好就吃得了 我这些小小块又焗住来煎 所以就好容易熟 厚身点大快点的就要避免时间 给多一点水就可以了 希望你们都会喜欢这款小食 不一定过年 平时都可以做来做零食 多谢大家今次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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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